TOMP 大家好 歡迎收看齊古章 我是黃培碩 大盤這個地方 我們判斷說它現在開始進入一個整理的結構 之前這個脈動從16162 10月5號到1月5號 18619這個脈動結束 現在針對這個脈動再做一個整理修正 初期它做一個三段式的拉回來 這個碟式在封關前也結束了 有沒有 跟你談到說它有五小坡有效的止碟 然後再往上反彈 持續呢 也許五天了 持續一直在反彈 這個反彈的架構應該它變成說 它已經破壞掉說這個往下一個 整個崩跌1235波的一個推動往下的一個結構 沒有那個結構 就是說接下來可能持續它只是一個怎麼樣 區間震盪 區間震盪 那你區間震盪的結構一般就是一個 大概一個大A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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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結構 那現在你看 現在三段 從1月5號下來它是18619下來 它是一個三段式的拉回來 那我們把它定調說 假設這是一個大A波的整理的話 這個小ABC 這個小ABC它是三段式的 小的ABC三段式它應該是一個大A波的結構 那接下來它應該是一個大A波的結構 那接下來它應該是一個大A波的結構 這個地方直接往上推定一個脈動的可能性 我們也跟你判斷說可能性其實相當的低 不太可能 因為你這一段推動2500點 那時間上然後幅度也都大 那你說一個簡單這麼簡單整理馬上要推另外一段 應該可能性不高 也就是說它至少就算要推 因為我這個地方我跟妳談到說 這個5-1波這個第5波推動出來 它如果沒擴緣就整個就都結束了 有擴緣的5-1波 那它整理完5-3波 那當然是 一旦如果走出5-3波 它整理今年一整理又是一個多頭年 那今年到底是震盪年還是多頭年 重點在這個整理完之後能不能走出5-3 那就算要走出5-3也沒那麼快 你這個地方 等於你說它是5-1 那ABC整個5-2往上走可能性不高 你就算要走5-3 你這個地方可能還是要做一個複式的一個整理 也就是說它做一個三段式的ABC回來 它是一個大A波 那現在做一個就大B波了 你先把這一段的整理先弄完再說 弄完再去判斷說它有沒有機會走5-3 還是說整個就是要全部段拉回修正 還沒到那個階段 還沒到下一個階段說判斷能不能走5-3 還是說整個全部都結束了暫時 就是這開始要進入一個震盪年 因為它一旦震盪就是大概我們也跟你談過 它整個 因為它這個是 等於是從這個地方 從前年的3月19號8523上來 12345大波 那這第五大波 沒扣完就整個就結束 它這個一整理的話 我們判斷了 那應該就至少今年的行情就是震盪 今年的行情就是震盪 好 那如果說它5-1波出去 那拉回來能夠整理完之後 還可以走5-3 那就是等於第五波扣完 那等於1 2然後345 那這樣的結構走出來 大概也是可以維持大概一年了 一年 因為你去年的話 去年從這個是 去年新春抗完盤是從3-5波開始走 開始開盤 那開盤以後你看 它這樣3-5波走完 那再走一個第四大波 然後第五波走了一小段 就一年就結束了 對不對 一年就結束了 所以我說接下來這個關鍵 這個地方是不是5-1結束 拉回來整理5-2 還要走5-3 那如果能夠出去就是 又是多走了一年 如果沒有 我說它這邊1 2 3 4 5波都結束了 你這個要做一個大A波 這今年一整年就是一個大區間正好 大概在這個區間 大概在這個區間 好 那個關鍵是在下一個判斷 那現在 那現在你看這個 現在你看 現在這個5-1波在這裡對不對 第五波 第五波在這裡 未必擴延 如果沒擴延 你這段結束 你這個地方要先整理 能夠擴延也是要先整理嘛 對不對 那整理不會那麼簡單 所以我說接下來它這個結構 小ABC它是一個大A波 接下來 持續整理 那應該會有一個大B波 那可能B波應該也是三段式的 B字A 那你就要小心有一個B字B 然後還有一個B字C 然後再來才會 有一個那個比較大的C波 那個大C波完了之後 才會決定說 接下來能不能走出 擴延的第五至三波 還是說整個結束 所以那個是在這個整理完之後 下一個的判斷 因為那個下一個判斷很重要 可是時間還沒到 時間還沒到 好 那現階段的話先區間震盪整理 通過這個地方要先稍微做震盪一下 整個結構大概長這個樣子 我們從期貨來看 從期貨來看 期貨因為我要建高點1856 大盤是18619 這個建高點 我說這個結束 是因為它這邊12345小波 那12345小波結束 然後開始拉回來 最後一段是從17564上來 好 開始拉到一個A波 然後做一個B波上來對不對 我說這期貨有兩次過高 我們還是判斷它的B波 大盤沒有過高 大盤這個18619就是最高 期貨有過高 可是過高還是定調它是B波 這一下就修正下來了 對不對 一路修正到了封關前了 到17578 這大概1000點左右 大概1000點 那你這個 我說12345波是有效的 它開始反彈 反彈一路再彈彈彈彈 彈到了其實到了昨天 到了昨天 到了昨天 一路彈彈到18619再彈 彈到了昨天 2月10 18340 18340 其實昨天是量價齊昂瘦最高 你仔細看 昨天是不是量價齊昂 我說瘦最高 我說那個瘦最高 未必說整個就變得很強勢 有時候那個最高 就整個波段的一個剛好反彈的 結束點 滿足點 為什麼 當然這個也搭配結構來看 搭配結構來看 因為像昨天那種磐絲 它整個是量價齊昂瘦最高 一般人也不會判斷說 那個是反彈的結束 可是我們會去做這樣的主張 是因為 這個昨天到18340 差不多到18340 你這個 因為它已經躺到這個地方了 所以我說它崩跌12345 那種結構已經沒有了 不會發生 不會發生 就是它進入一個 震盪整理 區間震盪 那區間震盪 你就把它定調說 這個小ABC 它是一個大A波 從高點開始整理 ABC 這個小ABC 它是一個大A波 這邊五小段 這是1月25號 這是1月25號 17578 這裡有效值點 然後彈回來 這個大A波 那接下來大A波 當然就是做大B波 那大B波 我說你看這A波三段 B波應該有機會也是三段 那三段你注意這個B字A上來 B字A上來到18340 它走了五小段 其實那是有機會反彈結束的 是有機會反彈結束的 18340 你看這一段的結構是長這樣 從17578上來 17578上來在這裡 它先打一個底 然後開始推上來12345波 那這個就是B波的開始 那應該有機會是B字A 我說B波會走三段 B字A如果結束 那你就要注意它有個B字B下來 它有個B字B下來 對不對 這邊有一個1234 然後第五波還出現一個12345波 那就是12345 所以我昨天跟你談到說 其實那結構還算相當完整 相當完整 果不顯然昨天美股本來開高 一路往下就殺了中錯龍 那帶動間就有往下拉回來 拉回來 所以說拉回來幅度不是很深 拉回來 可是這個就是粗幣的警訊 粗幅的警訊 也就是說它有點 準備這個脈動B字A 有機會站高一個段落 這個B字A有機會站高一個段落 結束以後呢 B字A結束 因為它也完整 也成15波 完整 然後這個一下來就是B字B B字B完才一個B字C 因為它就是一個震盪 整個結構是長這樣 它就是一個震盪 大A波三段 這個大B波我們判斷應該也三段 那三段這個是只有一段 特別一二三四五波是一個脈動 一個脈動的話 譬如說把它定掉是B字A 就在這裡有B字A 那B字A完 你就是要注意個B字B B字B 我今天有寫了 你就要注意 是不是會有這個B字B發 它就是整個往下修正一個B字B 那當然這個B波 我昨天也跟你談到 我說這個B波 其實B波有時候相當的複雜 它未必會去徹底 你看它怎麼整理 怎麼弄 那種B字B那種架構 比較麻煩 它有時候是一個 拉一個橫台 譬如說來 事實上在這一區對不對 一二三四五波 第五波是一二三四五波 B字A結束了 你B字B在那邊來來回回 那就是一個橫台震盪 那就是屬於B字B這樣 當然你從這個十五分鐘線 你看得出來 如果你從日線 也許你看不出來 因為你日線它變成這樣 好譬如說這 ABC一個大A波 B字A在這裡 然後你B字B這樣一個橫台 一個橫台 那你當然還 準備還是往上 還有一個B字C波 B字A上去 B字B是下來 B字C是上來 這等於是它一個三段式的 那重點這個B字B的結構 我們判斷現階段的台股 大概應該正在運行B字B波 B字B波的架構 這個結構 這個結構 B字B波你注意 它的方向性應該是往下 那只是說能夠往下到多少 它一般B字B波混來混去的 混來混去的 這個結構 這個結構大概細微波賣動 大概會比較清晰 那這整個結構都 就是一個整理架構 那這個整理就是針對這一段在做整理 16162到18619這一段 這一段走完它 整個你做一個大AA的一個大V一個大C 都是在針對這段整理 那我剛剛講的 這一段整理完之後 才會出現一個比較決定性的那個 今年行情的一個定料 那是要在這裡先整理完 好這樣整個應該就很清晰了 如果我們多少證據跟你分析多少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有所本的 有所本的 那現階段的磐式結構 現階段比較簡單 就是一個區間震盪 這個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等這個震盪完 那個最大的方向才會跑出來 最大的方向才會跑出來 好那這細微波大概也清晰 也清晰 好那這整個結構的話 當然現在區間震盪 你硬要做這個選擇權 當然只能做短線 只能做短線 我說整這個整理完之後 那個大的方向才會出來 等於那個大方向才會出來 才能操作這個東西 那當然這個 如果整個切入的timing交給我 那資金控管你要自己做好 最重要的是資金控管 我一直強調你在操作 接到call訊你按機率操作 按你的資金控管的比例去操作 不要貪心 上次做很多 所以不要貪心也不要害怕 一切按機率來操作 好那看我們今年我們能不能再創造 像這種有這種12.8倍 這種比較18.5倍 這種21倍這種高的倍數 這種東西其實不用一天到晚做 甚至真的有時候講難聽一點 你一年做這一次 這一年做這一次其實就夠了 夠你賺了 一年真的是做這一次夠你賺 對不對 對所以你要精挑細選啊 那個進場的timing 因為要評估全方位的 還要考慮到這個時間價值 還要考慮到它多少時間要結算 然後到底那個成功機率高不高 還要考慮到一個最重要的重點 是它接下來運行的那個脈動 它的速度是快的還是慢的 因為每一個脈動每一個脈動 它運行的速度有它的特性在 好那這些你把它綜合起來搭配起來了 才可以去做進場的動作 好這是評估啦 所以這要全方位的評估 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好我們講坦白話 它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不是你每天在那邊插一插去 插到最後一定都掛的啦 好 那有這種這種九倍多 九倍多的 這種九倍多 好這齊全的部分 有興趣認同理念的 跟上腳步來 好 那我說這整個整體的大盤 目前暫時它已經 餅除掉了崩跌的疑慮 因為之前我們是會 當然會注意說 它會不會說 這一段變成往下的出跌段 這一段這個AVC 這個C波會不會發展成往下的出跌段 1 2 3 4 5 目前看來可能性比較不高了 我們也跟你有特別提到 所以你變成說現在的盤 應該就是去見震盪 不然就往上它沒有機會攻 可是我說暫時要攻的機會不高 不高 所以要先整理 所以要先整理 那既然一旦整理的話 既然一旦整理的話 這個個股的部分一樣 就是你積極去找股票來全力做多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只是說個股表現這差異很大 差不多個股表現差異很大 其實新中看盤之後過來的一些個股 也很少說能夠一路去創高的 不多啦 不多 很多是跌很深 就之前這一段下來 ABC整理下來 很多是跌很深 然後最近在反盤的 那我們是有鎖定幾檔說 它還有機會去過高的 在新春的特別節目 封關那時候的特別節目 有特別挑到 也就是說 我們新春看盤之後 也是主要要琢磨的一個重點 主要就是主要去操作的一些重點個股 第一檔就是610次這個創委 計算股票我們10月份到12月到封關前有超過了3次以上 這邊12345段走完 ABC應該從這112這邊 它應該推另外一個推升 所以那時候它第一個推升來到157.5 然後拉回來又推到204.5 這兩波斷 一二在這裡 我說它另一個推升有沒有 它123 這邊131.5又推到204 好第一次從114 12這邊114 最低12 然後從114正式推到157 這段我們有做 這段我們有做 然後拉回來整理完 這段第五小段也有做 那整個12345段完成叫做一個脈動 就是我們之前跟你談 我說另一個推升 好一個推升的脈動就是五小坡 五小坡 所以這三次都有做 最後到222好 那拉拉回來這一段就走完了 這一段就我說的另一個推升 三就結束 一二三四五坡 那它整理一個 還是要有個五過高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 它剛開始出席震盪區間做 可是應該你要注意 它是要往上過高的 果不其然它今天又在創高 總共今天又亮燈 因為零四創尾 封關前第一天 青春看完第一天就漲停 213.5然後隔天222 然後再來就243亮燈 昨天又到258創高 今天又直接又亮燈 總共今天大盤不好 本來很不好它還是很強 開個小低的拉到漲停 6104創尾271 好271 因為你會看到說 老師它的EPS好像本益比過高了 因為它是一個大幅成長的個股 你要看那個整個營運動 你要去注意它那種成長性 而不能用 你要相對數字 都不能用絕對數字說 它絕對數字這樣好不高 本益比過高了 你要注意它一路的成長上來的 而且那種股本又不是那麼的大 有時候那種營運動益一成長上來 那EPS會反應貢獻險比較大 因為股票是買未來 所以你不能看它絕對的數字 那種營運動益 你注意它是一個成長性上來 是大幅成長上來的 6104創尾 今天又再創高了 那這明顯它應該是一個第五波正在啟動 針對這個 這是第三波走五小波結束 12345波 那這個結構是長這樣 好有沒有 之前有一個這一段然後拉回來 這一段走完拉回來的這一段 那這個是最差最差 我跟你講的最差是說 這個第一波第二波 然後第三波第四波第五波 最差是這樣 它還有更樂觀的是說 這第一波第二波沒有問題 這指12345波只是大的3自1 拉回來3自2 那現在走3自3 完了它更多端要走 我們跟你分析的是比較 最保守的波形 也就是說它現在 第一波結束第二波結束 第三波12345波 這就是12在這裡 這第三波就是在這裡 有沒有 121在這邊 這有五小波走完拉回來 那這是第五波 那這是最最 就是說最保守的估計 你正常有時候比較樂觀的 它是這一波一個賣 它是3自1而已 拉回來3自2 那現在是往上走 是3自3 那也等於3自3走 3自4整理 它是3自5 那等個第三大波走來結束 接下來做一個第四大波走 那時間很久 整理整理 它區間震盪 都能夠可以做 如果你知道它現在 是在走哪個脈動 譬如說第四波整理 你來回可以區間操作 推動當然是往上全力 往上全力做多 這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像這種 你把它位階 把它精準定位之後 你還可以很清楚說 現在這個結構 那我應該如何來操作這個股票 比較 怎麼樣 比較輕鬆 譬如說你之前 這個五波走完了 你可以來回去先做 對不對 來回去先做 一樣的道理 你這邊一二三四五小波走完 你這個來回可以切成做 做完你要注意 它是往上推另外一段 然後拉回 那你在這整理完之後 你要注意它是往上推 所以這結構就很清晰 就很清晰 你就知道怎麼來應推進退 這6104的創委 今天有沒有 今天再創波段新高亮燈 這是6104創委 好 那油田也是 12月9日我們也推 那邊12然後這個3正在走 所以那時候推到107 推到112.5拉回來 過年前1月26號封關當天 封關當天 這1月26號就是封關那天 它拉回193塊錢 我說這股票都是 接下來布局的重點 因為你這邊有一組 然後這個整理完再推一組 你這個拉回整理都還要再過高 這都不會是高點 有沒有 這都不會是高點 那果不其然新中開放 第一天它是漲到100.5 隔天漲9%到106 那106再隔天2月9號 直接亮燈114 那114呢 昨天到117.5最高 345 好那現在可能暫時我說 這個脈動 第一個脈動 現在假設1 2 3 4然後第5波出去 你第一個脈動 你看它這第一個脈動 有機會這個脈動它是一個結束 是一個結束這沒有問題 結束以後你這個整理完 看能不能再推另一段 可能短線 短線先進入整理 那你要不要做價差 那是你自己去評估 假設說好你要做差 或許它可能低點不多 你自己去算嘛 這一段如果推出去 它如果說能夠拉回來 這第5波在推動出生段而已 那你拉回來就 推出去5-1拉回5-2 一般5-1轉2 可能有機會0.618 你算算有沒有空間 有沒有空間要不要做價差 那如果沒有好 那你就先續爆 那續爆以後 你就注意 如果說它沒有持續 能夠擴援出去 那就是要早點來怎麼樣 獲利了結弱帶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 那當然就是要觀察說 它能不能推出去了 擴援出去了嘛 那你如果想做價差 那當然是拉回來 你還是會怎麼樣 會占買方 占買方怎麼樣 當然你就判斷它有機會 持續再擴援往上 第5波持續走嘛 對不對 等於前面走一個5-1嘛 拉回來5-2嘛 然後再往上還有5-3嘛 就這樣來判斷 差不多就這樣來判斷 好 這是3455的尤天 差不多3455的尤天 那你0678台表科 我昨天因為推到1144以後 它拉回也是1月26號封關 我說這種結構也是 我們還是會拉回來都占買方 而且它這種結構的拉回 大概都幅度不會多 就在這附近 就在這附近 那我說這邊12345還是要過高 或是12然後3-1拉回來3-2 這個3-3還是一樣要過高 6278台表科 當然這個現在表現是比較溫吞 沒那麼快 6278台表科 它開門衝到13 新衝開門第一天到137.5 我最高到141 來 6278 目前還是黏在這個領 我們看日線 看日線 就是這一組走完 拉回來 那這一組 當然這一組細微波走完 會不會 有沒有酷炎還是沒有 就3 然後增離4 然後往上走5 反正這個高點應該都還有機會 都還有機會 46278台表科 目前最高到141 到141 好 那六四機械安吉 我們是判斷說它應該有機會走3-3 好 這裡有一組 然後拉回來2 然後3-1 拉回來3-2 往上走3-3 安吉 安吉 今天有從最高到51.4 6477 這一組在這裡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推動 然後拉回來2 然後這邊如果345 可能性不高 因為這拉回來都重疊 所以這1 2 然後3-1 3-2 然後往上是3-3的架構 好 當然3-3的結構 它走出去會比較圓 對不對 好 目前我們是判斷 它現在應該有機會是走一個 叫做3-3的架構 六四七七的安吉 六四七七的安吉 好 那我談到也是這兩組 366的茂蓮 這封關那一組 我說這個都是準備要來操作 那你這個至少對稱它就是往上 我講的是至少 至少 就比較保守的波形 比較保守的波形 茂蓮 好 新春靠也衝到306 然後隔天衝到317.5 拉回來 拉回來 拉回來我們也是跟妳談到 也還是在站 這漲了快6%到309.5 3665 你看到有沒有 像那個 突進去到317.5 拉回來 拉回來我們還是跟妳談 其實這個東西拉回來 你還是要勇敢站買方 尤其是昨天要打到一個低點有沒有 就往上 還是今天又大賞 今天又大賞 我說那個結構你把它抓緊 定調 未接清楚 其實都很容易來應對 那你說這個強茂也是 如果強茂這個也是都還差一段 有沒有強茂 95 104.5 104 今天也從來107 都會從來107 好 時間不太夠了 好來我說 進化播放站 把這個有搭配6片的教學DVD 好 這有興趣的 有興趣的 也歡迎來電洽巡 先把他拿回家把它研讀清楚 而且他要學更深入一點的 這是研讀的技術班 這研讀的技術班 把這東西學到成績起來 這很重要 這個都形態位階這個 還來預約 那預約要快 這每年預約都 每次不是預約 來實際上課都爆滿 好都爆滿 認同理念也跟上我們的腳步 我們先休息一下 更勝波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點 轉動全世界 讓您贏在股市的起跑點 軍車線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裝運達頭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名師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彪虎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頭顧APP 或電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車禍現場拍照錄影五原則 車禍發生五人受傷或死亡 汽車上能行駛 應儘速拍照後 將汽車移至路邊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點後方 適當距離處 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三 拍攝全景 記錄車輛終止位置 以標線為參考基準 將周邊固定設施 如標誌 耗誌等一併設入 四 拍攝碰撞點 車損部位及掉落物等激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擁塞 應儘速將車輛移至 不妨礙交通至安全地點 人沒事 車能動 自行拍照 盡快移至車輛就對了 回到節目現場 目前的架構整個結構還算清晰 有興趣認同理念的 跟上腳步來 這經濟部門站 有搭配六片的教學DVD 有興趣來練洽巡 還有這個年度的技術班 位階形態 位階這個精準定位 把它學到精通 歡迎來預約 祝大家操盤順利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 飛機之課也有卡片券 無不當制裁無無關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迹象 超值2.0 卖于送吊杆 股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有钱人不做奇货 奇货是最佳避险工具 运达指数 02-2781-0909 2781-0909 COVID prevention is easy if we start from ourselves before going out remember to wear a mask monitor your condition and bring alcohol or hand sanitizer when going to shops or public places take active measures such as contact tracing taking temperature and cleaning hands let's protect our schools together disinfect the environment wash hands before eating and socially distance when in lines on public transport use name registered easy cards and don't eat or drink afterward